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要纪念57年前在西藏所渡 全国西藏人民 一心一意合作 反对抗议中共入境西藏 这是我们今天 西藏康包日活动的来源 今天3月12日的活动在台湾 我们2014开协一起办 这个3月12日活动 根据我们3月10日活动的时候 非常有负担 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台湾朋友 我们自己也不会讲中文的 所以慢慢一步一步 今天来讲台湾 我们根本没有负担 我们真的不负担 那么多台湾年轻人 支持人权自由民主的人 会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关心西藏的人权 所以今天来这边那么多台湾朋友 我代表所有的西藏人 非常谢谢你们 西藏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 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 基本的人权也没有 一个人从家里离开 现在也是会调查 你要去哪里 你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手机里面有打电话给谁 所以有这种的问题在西藏里面 所以在国外的藏人 我们十几万个藏人在联网 我们都是有职认 六百万的职认 所以我们任何的西藏人 在世界各地的藏人 3月10号的时候 我们会办一个很大的活动 那实际像西藏铁路的一些开发 可能也都对于当地的环境 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环境破坏 这些东西可能并不是 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开发 那样的一个好像是正面的好的事情 而可能是对于当地的造人来讲 其实反而是不好的事情 那今天是310的主播看报的 57周年的游行 那我们今天透过这样一个游行的方式 持续的希望富裕 在台湾的各个朋友 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关心西藏的人权问题 那不只是他们的一些破迁 或者是环境的问题 甚至包括他们的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还有他的语言文化 都仍然持续的受到很严重的打压 目前已经有150多位的西藏人 用自焚的方式来去抗议中国政府 对他们的人权上面的侵害跟打压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用游行的方式 来去呼吁大家一起来关心西藏的人权问题 1930年代 汉人的政权入侵西藏 屠博 屠博人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宗教的自由 失去了人权 屠博曾经有自己的护照 曾经有自己的邮票 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顿时之间失去了一切 而且刻意的设置了盟战委员会 作为一个殖民的象征 殖民的伤口 殖民的符号 2013年 我自己到了尼泊尔 我去的时候是四月 二月的时候 一名来自屠博的僧侣自焚 我到自焚的现场 想要采访 我曾经是一个记者 有非常多的人告诉我 拜托千万不要 中国的便衣走来走去 摄影机拼命的拍 尼泊尔的警方 军方四处的站岗 四处的走动 拜托不要 但是我们还是 为了要报道这则新闻 持续的挺进 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族 遭遇的困境 跟屠博的弟兄姐妹 非常的类似 现在来到了立法院 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具体的作为 我们希望可以修正移民法第十六条 我们希望现在正在催生难民法 我们更希望可以把具有政治 殖民符号的门障委员会提案 希望可以备除 我们希望透过具体的做法 可以在台湾继续的支持 信仰 屠博自由 有free demand的屠博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 我们还记得在2008年 那个时候 我们邀请 很多民间的团体 邀请达达喇嘛的时候 当时的政府说 因为他要修复 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那个时间不适合 那现在 他已经公开说 马总统公开说了很多次 两岸的关系 是空前的良好 所以我想现在应该是最适合的时机 结果听说 日前的这个宗教的论坛 达赖喇嘛一样不能来 如果你还是不敢让他来 我也期待 新的政府 未来 一定要邀请达赖喇嘛来 而且要进一步用行动 在全世界支持藏人 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 不只是要再跟全世界的人 做生意上的往来 更要是人权价值自由上面的往来 在西德雷 各位朋友 我能荣幸参加这次支持西藏自由的游行 这个让我想到1989年 西藏人民首先在拉萨 抗议中共的殖民统治 在北京 我作为天安门的幸存者 也跟藏族学生和其他族的学生 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抗议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当时中国民 中央民族大学的标语就是 自由 人权 民主 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追求 西藏人民招受了60多年的殖民 占领和掠夺 面对这样的悲惨境地 在国际中 只能发出他们的团结之声 台湾的命运跟西藏的命运 是密切相关的 西藏的自由 也是台湾的自由 和全世界自由人权的一部分 我们面对140多名境内外藏人自焚 西藏人民要求自决的权力 我们只能全身心 无条件地支持他们 西藏自由 西藏自由